大家好,我是猫猫,一直会滑雪的猫 上一期泰晤滑雪小镇的全貌已经映入眼帘 今天,我带你们去个有酒的地方 请听属于你们的故事 每当学友滑雪之后 都会将这里当作享受惬意时光的休闲酒吧 往来天雨雪,能饮一杯无 这才是学友们学后放松的真实写照 对一个平时根本不放薯条的人 我竟然被这里的炸红薯条认识了 每次来都要B点一份 这里还要比脸还要大的汉堡 都四人同时享用 当然,咖啡,披萨,香肠能美味 也是这里的人气单品 但是相比于吃 我更想给你们强烈安略下 这里的特色金酱啤酒 足够浓郁的香气 高含量的麦芽汁 特重饱满的口感 足以让你喝出洛基山式的红土人情 每天滑雪过后 饮一杯精量 与三五好友常谈纯香甘甜 聊聊滑雪 探头技术 适不逍遥自在 在每一杯酒里 都有属于自己的滑雪故事 我有故事准备好了 你的呢 今天就到这里 下一期将带你走进小镇的美食系列